我们的小时 终于接到乡亲们了 今天 海军陆战队某旅多个救援突击分队 继续在绵竹 清平等22个受灾乡村 进行排查救助行动 开辟激将点 解救转移受灾群众和重伤员142人 这个山体滑得非常严重 行动非常困难 通过官兵的齐心努力 所有的老人行动转移出来了 昨天 某红军师数百名官兵 每人坚扛30多斤重的物资 经过徒步艰苦跋涉 将救灾物资送到了海拔2000名的 罗布寨村1000多名羌族村民手中 北京军区医疗队今天也进入 汶川三江乡的9个自然村 对受灾村民进行及时治疗 深入受灾村寨的各部队 把抢救人员生命作为重中之重 只要有一线希望 就采取坚决果断的手段全力抢救 从16号至目前 救灾部队派出的小分队 已开始抵达四川灾区 134个乡镇的1074个村寨 昨天下午4点半和今天凌晨 0点50分 救援人员先后从废墟中 救出两名被困 170多个小时的幸存者 目前两位幸存者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昨天下午4点半左右 江苏救援队的救援人员 从安县一个石灰矿中 救出一名叫彭国华的矿工 地震发生时 彭国华正在石灰矿干活 地震导致的塌方将他困在10米里 在170个小时内 彭国华的妻子 与手里边 不喊话 鼓励他坚持 救援人员将彭国华救出后 兼挑守台 8个小时走了10公里山路 终于在今天凌晨4点 将彭国华送到第二军医大学 驻安县医疗队 目前彭国华的生命体征平稳 今天凌晨0点50分 在被废墟掩埋近179个小时后 上海消防总队在汶川应酬湾电厂 抢救出一名31岁 名叫马云江的男子 今天下午 马云江已被紧急送到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新巧医院 接受治疗 连日来大量受伤群众 由四川地震灾区 被跨省转移到重庆广州等地 进行救治 现在是5月19号下午的5点整 四川在去运送商员的首趟专列 正黄缓驶入重庆北站 这趟专列运来了208名商员 我们可以看到 商员都是从列车的窗口 被运送出来的 然后他们的身上都有一块牌子 上面被写着 会被送到哪一个医院 在我身旁的这间病房里 住着一位叫做贺晨熙的病人 她在废墟底下 被整整掩埋了104个小时 由于晨熙在废墟下 被埋的时间过长 右腿出现大面积坏死 为了不影响晨熙今后的生活 医生们决定采取保守的治疗方案 尽全力保住她的腿 从17号开始 重庆市已经陆续收治了 从四川灾区转送来的 商员1500多名 目前这些商员的 恢复情况良好 在西南医院 以自明商员附出院 今天下午 收送商网州的 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